啊 这个三十一张狼人牌 九底牌是一张狼人牌骚验我 我没必要叨他好吗 就三体给我丢叉沙 我一定穿守卫牌 哎 外主位守卫牌我穿得起吧 好吗 九不是一张狼人牌 可能真的站错队了 但我觉得三的发言很暴啊 三号牌一直告诉我是一张狼人牌 六是一张狼人牌 我们应该怎样 这样这这种发言是一张愿家该有的发言吗 他应该告诉我是一张愿家牌 我该怎样啊 这个五是哪里的暴点 而不是作为我是一张狼人牌 这个六是一张狼人牌应该怎样打格式好吗 我觉得接着茶沙的牌表水跟猪一样 这个一怎么表水的 他说我是一张狼人牌该怎样 哎 这是该这是一张好人牌有的表水吗 九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十十二还要开张守卫牌 你们自己去穿好吧 九底牌是一张平民牌 十十二开张守卫牌 自己去找衣服穿 一张名 二一张枪 七张女物牌 八十一两张景象牌 四已经穿不去了 八十一也穿不去这个守卫衣服 好吧十十二自己穿九底牌一张瓶 瓶瓶瓶牌 今天会出这个四 三肯定不是吃毒 七占边这个三呢 哎 我觉得这个五发言真的比这个三好吗 九可能是站错队了 但我觉得九可能没站错队啊 三自刀 保这个一啊 有可能啊 兄弟 哎 多盘一盘啊 什么这个三倒牌了 就就五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什么逻辑啊 九底牌我会再听听这个五的发言好吗 就我觉得我 没有站错队 因为这个三的发言很爆啊 在莫主任那部发言告诉我 三六两张狼人牌应该怎样打 这不是预言家的发言好吧 这个五的发言要比这个三好 嗯 我觉得五 哎 到五 这个发言确实 有可能把这个六砍了 给这个六都查杀了 哎呀 不知道啊 我有点 我信这个五啊 但我 哎呀 出四吧 我怕明天起来四五就绑票了 先出四吧 这个一后面再盘吧 对话这个七 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就 我告诉你我怎样做成一张好人牌好吗 我没有站在一张狼人牌的角度去告诉你 我是一张狼 该怎样 八号 先这么说 我没有架势卡 好吧 嗯 刚才是离开了一会儿 没有投票 就要不然这票 哎呦 谁给我点的 谢谢啊 先谢谢 我往上看一下 好 谢谢你 要不然我这票肯定是要挂在四号的 好吧 就这局 呃 我认的三号是颜家 如果输了 我要背锅的 因为我没有投这票 怎么说呢 呃 一二 我也记了票 一二三六七出的四 就女巫已经站边三了 三是没必要自刀的 七也不可能读了三 对吧 那三肯定是迟到的 这局初四啊 还在跟我聊什么 你九号是在我这身上定狼牌 就这么说 我在盘两个逻辑 就有没有可能说 五号 因为六号肯定是张好人牌呀 三号是张颜言家 那一 十二 七 七是女巫牌 一十二里 定是定是有狼的 这样一号牌 有没有可能说是 必须要排一下好吧 有没有可能说五号 既然已经到了三号 他明知自己是张狼人牌的情况下 他有没有在做一号的身份 有没有这个可能 就一十二里边 但是我感觉十二号有点像狼好吧 就这样十二号牌聊的什么呀 第一局就说了 啊 给我这局出了三号牌 就我也不知道是 你们说的是不是十二号是张大神牌 如果十二号是那张大神牌 有这么聊 聊的这么炸 就比我一个逻辑比较爆炸的人 常常被当狼打的人 聊的还要炸 我觉得不应该是他的水平好吧 就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 刚才我还走了个神 上网上查了一下这个 这个大神是吧 呃 就这么说吧 就一十二里边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张十二牌像张狼牌 但是一不能保 一也可能 也可能是张五 做身份的狼人牌 好吧 呃 这局的话必然出四啊 你在跟我聊什么 这张九号牌 九号的面要远远大于一和十二 在我这 一 一 就一九十二里边 应该出三张狼人牌吧 就我八号是张狼人牌 好吧 呃 十一号牌聊的 在我这边还敢跟我点张加仕卡 我觉得不会上一张狼人牌 给我一张好人牌 点加仕卡这样做做好吧 就这十一号牌我认下了 七八十一的话 这个三张好人牌的话 九十十二 呃 九十二 那基本上九十二 十号牌 十号牌 诶 十号牌对啊 我都忘了 十二十号牌是跟风九号牌 打我这张八号牌的 十号牌的 八直接打死 八十张定狼牌 我七十张女巫牌 那九十十一十二 那开 是不是要开狼的 就你还能翻到这个一的 你说这个一和二 打了这个十二 这个二是我听左半边 翻最好的张牌 这二我一定认它 是张好人牌 就你五号还能说 这个二有斐面 就我不知道你五号牌 怎么验到这个一 所以我就投这个四 好吧 就我这个三不是我泼的 这个三是个刀的 就今天出四 晚上独五 这个五一定不是个冤家 就我觉得这个八 聊得像一张好人牌 就明天再牌 好吧 我觉得十二 这一轮摸狼了 好吧 我觉得十二 我觉得十张狼人牌 这个一 我不知道 明天再牌 再牌五跟一 起来 就谁跟谁做身份 今天晚上看刀行 这个五一定是个狼 这个四是个狼 好吧 就你告诉我 哎 我一个七号一张女巫牌 已经站 站三号的边了 三号 刺刀 就你告诉我 哎 很奇怪 好吧 就我不觉得 就我不觉得 这个 我觉得可能是 这个十二十个狼呀 就已经抿出来了 谁是枪 谁是守卫 就直接 直接 把这个三号 预言加一刀 然后 我想一想 把这个三刀了 应该是场上 有一张牌 应该身份做得特别好 那是哪张牌呢 就刀这个三 有可能是这个一呀 就刀这个三 吞他的验人 他要去验这个九 这个九 这个九在我这里聊的 就轮轮打冲锋 这轮盘了双边逻辑 这个九先放了 那刀这个三 有可能是 做一个身份 做 来做一个身份 这个身份是谁呢 然后想一想 这个八 八有可能是个钩 嗯 很烦 就 我觉得刀这个三 应该是有一张牌 我们是盘不到的 我们盘不到 他是个狼 所以我们 所以他们才把这个三 给刀了 我觉得十二能盘到 就十二放了 这个十一 十一上给这个五 这轮表水 还行吧 给这个八点个加时卡 就我觉得是两张牌 应该不会这么做做 八十一应该是 嗯 先放了 就这个十最不好 这个十占边了 这个五 哎 这个十占边这个三 然后投了这个六 就很奇怪 明天再盘好吧 我很烦 就明天看刀口 再来盘好吧 就如果到我这个期 就你们再再来聊 好吧 今天出 今天出四晚上独五 就 今天出四晚上独五 一定是稳走两狼 一张渔 加一张名牌 换两张狼 我觉得不是很亏吧 好吧 你拍一张渔家牌 就说一下 为什么演这个一的心动历程 好吗 就在这个位置 对吗 八上票给这个三 在我的眼里面是一张定狼牌 九占我的边 十十 十占我的边 十一上票给我这个五 对吗 十二盘单边逻辑的 那我是不是有理由盘三边 左边三张狼人牌呢 就为什么去打这个一 我说到这张八 十张定狼牌 我还去摸这个八干嘛呢 为什么要摸这个九呢 九十占我五的边 我第一天肯定是盘不了 倒钩的一张牌 我为什么要去摸这个九 十四占五的边 我为什么要摸十 十一上票给我这个五 我为什么要摸十一呢 就明不盘这个逻辑吗 就这张三号牌 一张狼人牌 这次刀 那么来捂我这张五号牌 就你没给我打这种反逻辑 我五号牌 但凡是张狼人牌 我给六丢了张叉叉牌 我起来我还要给这个一丢叉叉叉牌吗 你跟我玩什么呀 就一是张叉叉牌 三是张汉条狼人牌 六是一张狼人牌 万之为这个八 你们觉得他相当好人吗 在我一张冤家眼里面 他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就一三六八 四张狼人牌找集 这张十二号牌 起人就说这个三倒牌了 这个二起身说三倒牌了 这个五一定要出局 五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你们没有想这个三四刀的原因在哪里 不说是这个一的金刚狼身份吗 这个五出局了 这个五 哪怕今天这个五不出局 四出局了 五今天往上领读 这个一是号牌 是不是你永远盘不到的一张牌 你觉得五是一张狼人牌 在这位置一定是给一丢叉叉 一一定是张好人牌 但是在我的眼里面 就我验的这个一 是张叉叉牌 知道吗 就这个三的爆点 你们都说了这个三不相当 他认一张冤架80%的人 认他一张冤架牌的时候 他是张狼人牌吗 这个板子里面 只有狼人倒过 没有好人 全站 有没有你给我点牌 好吗 就你们我希望你压手 一白是冤家牌 知道吗 就出了这个四 四一定是张平民牌 他们就改图名局了 就这么讲 是张一张冤架的 三瓶 三菱 四张冤架 三个瓶 半年 四小米 4号玩家发现 出局呢 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厂商已经找到三张男人牌 最后一张男人牌呢 长也没地方长 有几点比较伤心 第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4是张狼 5也是我的狼队友 我们现在场上呢 有4张狼人牌在场 那这个位置 我们去把3砍掉 我们的收益何在 在你们的视角里 我们3一砍 3一定是张预言家 你4 5一定双狼 那你告诉我 我们4 5有必要这么去打格式吗 砍了这张山 第二天起来成为焦点 且这一轮啊 从你2号牌 你没发现吗 从你跳了一杆枪之后 强势要站边这个山 后置位的都跟着你这张2号牌走 要把我这张4号牌给出出去 假设 我4 5是双狼 我起码在你2号牌的后置位 还有我的两张狼队友牌 但是你们听这轮的发言 都要出我这张事 那你告诉我的狼队友干嘛去了 上轮打得那么汗 这轮非要去打倒沟 且我们还能撒到上一轮把山给刀掉 这一轮把我们自己打成焦点 不可能 然后呢 他对换你2一点呢 你这个位置跳枪 没人跟你对跳 说明什么 你站错边了 如果我们4 5这边 双狼 外置位还有两张狼队友 大可出来跳个枪 为什么 因为你2 是站边这个3的 但是没有出现跟你对跳枪的情况 你自己就应该知道你站错边 只有你站错边的情况下 才没有人跟你对跳枪 明白吗 所以说3是蟑螂 1是蟑螂 我4出局呢 只是想告诉你们 场上走了3张狼人牌 你2站错边 7呢 也站错边 我们是蟑螂 第一天把这张饮水牌 在你们的眼里 一张饮水牌 我们扛推出去了 晚上能撒到去砍这张3 2号牌你跳枪 你想想没人跟你对跳 天黑请闭眼 谢谢大家 天亮了 2号发言啊 景辉怎么撕了呀 这个5号你景辉怎么撕了呀 你4号就是你的 小伙伴就是我不先不说 因为我那时候发言我是说 我是跟你这么说的我拿胆枪牌 就这么低声下气的跟你4号对话 我说我如果认错你了 对吧给你道个歉你先出局 对吧我这么说的我都 那时候我都不一定你强在那边 我的第一个发言的时候3号我都没有认清楚 我是这样发言的结果你这个5号 怎么4号这个发言正好感动 我都快心里快快连累快掉下来的时候 你这个5号怎么把景辉撕了呀 你这个景辉一撕 那你就是逼着我已经走到3号这边了呀 撕几回我是真的没有看懂 骚得一匹 那你这局我就直接跟着3号走了呀 输了一定不是我的过 这个这种局不用想了 那我一定跟着跟着3号走 好吗没有什么毛病 我跟着3号走那就是9时12号就要进入我的视野了 12号一直第一轮就是进我关注的视野的 9号10号上轮的发言来看的话 9号一定比10号浪漫大 就是我不说说你那个9号哪里爆点多 就单纯一点 你9号那个发言 10号那轮那上轮是黑脉的 9号那轮你发言的时候你告诉我 我还是想先进5啊 我下午先出1算了 还是为了游戏平衡先出个4 但你只会有一点好好的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发的眼比较刚 气势比较正 你有一点打动我 但是你89怎么 我如果姓3的话 8站3的变第一轮上面支撑3的一票了 我总不能怀疑第一轮怀疑8 这轮怀疑8倒勾了 谁中刀了 所以你这个8910里面9号 你这浪漫就要偏大 谁中刀了 但是12号我认为一直认为12号 就是这个7号啊 我跟你说一下 就是我一直认为这个游戏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逻辑 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让大家要走这个平衡 然后是让心目中的好人能够团结在一块 但是你为什么我听你的发言 好像12号是个主播大神 然后你7号就说 那我就跟着12号什么走 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一天游戏的体验感在哪里 12号如果算你们说的是个大神的话 我不知道是哪个冒犯的大神的话 12号这种发言状态 那是不是摸狼牌了呀 这种就开始就已经开始变形变到这个地步了 那这轮的话 如果你们没有的走啊 就在9和12里面PK 我先去听两个发言 我心目中12号 2号对话里 今天出这个8号牌 就是昨天这个舞为什么要给我一发查杀呢 因为他觉得我一是张守卫牌呀 我警上聊了 我是上来接查杀的呀 聊这个发言的 要么就是枪 我要是枪 我昨天会跳自己四张枪牌 出来强势战变这个三号牌 狼人名我四张守卫牌 所以这个5给我一发查杀 我一昨天如果四张狼人牌跳张守卫牌 就是我如果四张真守卫牌 那这一局游戏狼人赢了 懂了吗 今天出这个8 为什么出这个8 就是你想 狼人为什么打得这么凶狠 首先 警上这个5 上来给一张饮水牌 6号牌 丢张茶杀 这是狼人打得凶狠 那证明狼人一定能大概率拿到警辉 5流的警辉流 第一张是这个4 他的狼同伴 对吗 那警下这个8 第一天说 我站这个3的边 我觉得3 4张真语言家牌 发言非常的简短 其实昨天右边的好人牌 没占 就第一天投票 没占这个3的原因 有这个8的份 这个8把3的语言家面 拉到无限底 第二 这个8昨天起来还能排 5是张狼 我一是张做身份的狼 就是你告诉我 我一是五的狼同伴 对吧 四是我一的狼同伴 四五两张牌是我一的狼同伴 我们晚上要去把三刀了 然后把四扛推了 把我一身份做到无限高 凭什么呀 嗯 我一跳张守卫 牛说没说 我四张五做身份的狼人牌 我们把三刀了 出四以后 一定是我一 四张守卫牌 要把那张守卫抿出来的 八来牌 一四张狼人牌 打十二四张狼人牌 八四张定狼 七号 今天出这个八一定没毛病 那锦下这个十一被刀了 四八两狼 七你四张好人牌 十一四张好人牌 懂了吗 八一定是锦下的狼人牌 那锦下的狼人牌 那这轮他开读了 就上一轮三一定是 就三五之间一定是三中刀 三都中刀了 那我们就一定是站边三 对吧 那一定是出四 上一轮四五还能去出张一的 我也是对了 对不对 显然左边的位置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六是银水 那么四五两狼 三是真云家 二好人一放了 对吧 那么右边两狼 那七是一张 那个叫什么 女巫牌 对吧 然后十一倒牌 我是一张好人 就八九十 我想想 本轮边角又不出狼 是这样吗 在五十定狼的情况下 九确实要先走 九十两张牌 九十打过八的 十是跟着九打八的 记得吗 那是第一轮非常远的时候了 所以我觉得 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八张牌 是七票的牌 有一轮它是七票的 我觉得九确实可以出局 好吧 不管你上去有没有说 三十字刀 你要战边谁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八十一 其实没有人打得动 好吧 我是守卫 好吧 昨晚上睡着了 没有守人 哈哈 真的睡着了 睡着了 没守人 第一天守的好像是十一 对 第二天守的谁来着 第二天我守的是七 对 然后昨天没守人 好吧 那我就偷偷的守一下了 因为现在 三神 二七十二 对 然后 还有 一八九十四张牌 两狼两名 狼人可以刀鸣 我谨慎一点 对吧 我会偷偷的守住 我要守的人 好吧 出九 出九 也很烦 三十余人家 九十个肥 你说烦不烦 就很烦 九为什么能 这为什么呢 其实更想出十的 但九十其实是一样 因为八放了 十一放了 七放了 十二放了 那七十女巫啊 八十一七票 九十得是狼 就是九十三六 啊不 九十四五 好 过 首先得表水 对吗 因为我站坐边了 我底牌是个好人 是个平民 好吗 就你今天出我时 没有关系 但是出我时 就好人必须要交牌 为什么 因为我底牌是个平民 场上还有两狼 好吗 除了我时这个平民 那场上还有两狼 一个平民 就你守卫 怎么守都来不及 懂吗 就你守卫 怎么守都来不及 如果说你守错了 那直接交牌 我底牌是个好人 那我第一天站头边了 但是你说 哎 这个八的发言要占边这个山 我觉得这个八是个定狼呀 你说我叫我怎么去占边这个山 对吗 八的发言在井上 我就觉得他是个狼 懂吗 那我怎么可能也战边不了这个山 那山倒牌了 就 其实 山倒牌了 那就让我们看见 哎 我在想 他四五两狼 为什么要去到这个山呢 对吗 那山第一天的警惠 又验的是谁呢 好吗 今天肯定不能出我时 好吗 我时底牌是个平民 对吗 今天不认抗推 认抗推好人就交牌了 懂吗 那要么就是 我觉得出这个九吧 好吗 就我井上第一天保了这个九 那我觉得九上 井上的发言是比八好呀 因为井上我听了六 七 八 九 四张牌的发言 我觉得六表水不好 对吗 我七是个礼物 我打不动 那我认为八的身份比九 身份低 那九要占边我心中预言家的 那我就觉得九的身份偏好 所以说井上保了这个九 今天先出九吧 好吗 我时底牌是个平民 好吗 今天不能出局 出局了 游戏就结束了 懂吗 出了我时 游戏就结束了 好吗 底牌是个好人 就那我第一天保错人了 好吗 今天先出这个九 好吗 我明天 哎 不对啊 对吗 如果说任一 是个好人 那狼坑就八九了呀 对吗 因为我底牌是个平民 那就八九里面归吧 好吗 我底牌 他打着九 哎 八十是不是公鞭啊 哎 在我 其实我 哎 你们打过一张定狼牌 我都不想点加持卡 但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我真的不想输好吗 哎 兄弟 在我九的眼里 一定是四神懦弱 一定是四神懦作 好吗 第一天 鸣的差不多了 哎 就六 一张平民牌出就 我去会 我是一张开 我是一张老人牌 我还去到这个山干嘛 我直接奔着鸣去刀了 好吗 就十十二开一张守卫牌 我鸣不出来哪张是守卫牌吗 啊 哎 昨天我都已经聊过了 十十二要开一张守卫牌 你们自己去穿 那我第二天 能不能抿出来十十二里面 是哪张守卫牌呢 我去到这个山干嘛呢 九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这个十打八 是一张定狼牌 聊着聊着 要出我酒 哎 八十是不是认识 这个八第一天 要占背这个山出票呢 九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我觉得这个五 发言比这个三好 三的发言个五 发言比这个三好 三的发言站在 狼人的视角去盘 他作为一张愿焦牌 我觉得不是一张愿焦牌 我出票这个六 第二天这个三倒牌 我觉得我想 因为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我要盘这个三 为什么吃刀 为什么 如果三是吃刀 那五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那五如果还有一种可能 三自刀保这个一 我是不是要盘 哎 你们起身都认识给我三 吃刀五四 五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我都不知道 这什么逻辑 那三为什么不能自刀保这个一呢 就这个五一定是一张狼了 因为他把警惠撕了 如果你底牌是一张愿焦牌 那我跟着你输好吗 因为你这个行为已经暴狼了 出八出十都无所谓 这个一一定得摘了 好吗 一张牌排不到了 八十最后两张狼人牌 听得懂吧 九底牌一张好人牌 我说把趁头就出票 就第一轮出票和战队 站错了 但确实啊 我的发言比三好 谁都听得出来啊 就能认就认 认不了就交牌好吧 九底牌一张好人牌 八十里面你自己归 好吗 就听这个一的归这个八 我明天九十批吗 我跟这个十批吗 可以吧 在你们眼里八九十开两呢 好吗 九十做不 就这么说吧 就已经 司警辉的不可能是张愿焦牌 大家都知道这张五号牌是狼了 他这样做 他已经爆狼了 他还发茶沙 他的收益在哪呢 就你一号牌 我说你不对吗 如果我倒牌 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忘了这张一号牌 好吧 我盘一号 当时我是这么想 我说就这张五号牌 给六号一张茶沙 六跳张名牌 就给一号也是张茶沙 一还跳张平名牌 一共四张平名牌 就那么巧吗 所以我觉得五号再给一号做身份呢 难道我说的没有道理啊 我就这么想的 我就这么提 好吧 就你一号牌 我盘你是有狼面的 你这轮直接说 说说说来跳来 要出我这张八号牌 那你 那你这张一号牌和这张九号牌 你这张一号牌 就这么想的 我看到你这张八号牌 你这张两号牌 你这张一个牌 你这张一号牌 就这么想的 是谁 我的妈的 像是宰判一样 我觉得我像宰判一样 我就不知道 我哪里比这个时唱 好吗 就都说我九号拍 像一张好人牌 九号牌发言还挺正的 九是一张狼人牌 八十两张牌 没有一张牌 认识我九吧 你十二去守这个一吧 明天八十顺着出吧 好吧 就九号牌没人要 一张平民牌 确实 兄弟 为什么 我都明完了 十二一张守卫牌 我昨天都已经说了 十十二里面开一张守卫牌 我不知道那张守卫牌是谁 我还那么傻的说 十十二开一张守卫牌 你们去穿 我这个六一吃刀 我奔着明去刀 八十一 这个六 如果站在这个五 十一张狼 四五九 三张狼人牌 我直接突明去了 我还去砍这个三干嘛 你觉得我砍明砍不过来啊 对吧 你十二号牌 能守出哪张是平民牌吗 九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这把有点难受 居然会出在这个十的前面 我第一个锤这个八 你们认这个八十一张狼人牌 我第一个锤 这个十跟风 我打这个八 我第一个站边这个五 你们认这个五 是一张冤家牌 这个十跟我九 斩边这个五 然后我九 被你们打成一张狼人牌 十张牌 打八十一张定囊牌 要出我九 八张牌说 九十里面开狼 挂票我九 我九号牌 没人要啊 兄弟 我九号牌 没人要啊 就全场这个一 打这个八 后终牌 全要出我九 去守这个一吧 八十顺出 一定要把这个一认 如果认不下的话 那我们就交牌好吧 如果场上两难 你守不出平安夜 我们也交牌 我觉得这个十按 四五十应该是 五十应该是井上的两难 八应该是四五八 应该是井上的两难好吧 应该是这样 这个八持了这个一 我排不到了 我真的排不到 我估计这把输了 估计这把输了 九底牌是一张平民牌出去了 场上还有两难 估计输了好吧 就我在这里看 天黑紧闭眼 守谁 三五六八 三十五五八 天亮了 有谁刷衣吗 没有人刷衣吧 七号 你刚才黑麦了 就是我再给你七说一遍 希望你今天归票归这个八 为什么谈八一定是个狼 首先狼人打得很凶狠 井上直接给一张饮水排发查杀 那他CEO几率拿到井辉了 这个十一是吃刀走的 你七是张井下的女巫牌 四一张井下的狼人牌 这个八一定是个狼 不然狼人不会打得这么凶狠 懂了吗 这个八一定是个狼 今天把八除了 就是十二是不是所谓牌 你们再去盘 今天出了八 如果游戏没结束 明天就是十十二选出 懂了吗 七号牌 我今天一定会倒牌 但是狼人 不对 十二一定是张首位了 平安夜啊 那是不是看两狼 如果八十是两张狼人牌 那游戏结束 好吧 今天出这个八 八一定拿不起张好人牌 他从那天就开始牌 五是给我一做身份 昨天还说五是给我一做身份 就是一定给你八解释一下 就是如果五和一是两张狼人牌 五要给一做身份 那一定是我一起来跳张首位牌 因为我站队了真语言家的边 三是一张真语言家牌 我一可以做成首位牌的 再对话里二一下 就是五给一发查杀 他明我可能是张枪牌 我是一张查杀枪 狼人后自卫一定 他要么明我是张首位 要么明我是张枪 我一定是先出局的牌 我跳张首位 那他说我查杀 首位对吧 要出的 第二我要是张枪牌 他说被查杀了 要出局的 这是他们打的逻辑 他要明神牌 我一在井上聊的是 最像一张神牌的 我说我上井接查杀的 狼人听到了 今天把这个八除了 八做不起一张好人牌 二号发言啊 昨天晚上平安夜 那九号应该大概率是狼走的 这个没毛病吧 对吧 九号 其实昨天是这样子的 昨天为什么出这个九号呢 因为三号倒牌那一刻 想无非两个作用嘛 一个做高一的身份 第二个保九嘛 三号的时候 验九的嘛 对吧 无非这两个 两个就两个 两个事情嘛 保一做九 一和九 一PK 两个发言 我认为我认为九号像了 我就出了你 虽然上一楼我说了这张十二号比你像了 在十二位挑首位的一瞬间 我觉得你九号胜 十二号 这一轮的手厨狼没有必要 十二号的话 十二号穿了一个 嗯 穿了一个首位衣服 九号他狼同伴 九号狼同伴 十二号如果是个假的 是个狼 九号一定是一匹狼 我就走掉了 十二号 昨天晚上空刀 空刀一轮 来一个轮次 把自己所谓身份坐实 这轮八十推一个 再留着一轮 那也可以啊 你就这样做的话也可以 但是我大概的还是相信 没有必要空刀的 空刀的危害是最大的 空刀一律两身在场 到了今天就逃过 逃过今天 明天你也逃不了 明天还是会怀疑到你 但是这轮肯定不是你十二的轮次 一个平安意 绝对肯定可以保你一轮 八十出谁 八号那一轮 第一轮支撑三号一票 第二轮空票没有出 十号呢 做坏事 九号出你的原因也是有一点 就是因为你老是做了坏事 站错了边 九十十二 永远是站在五号这一边的 这个票型永远是不干净的 就是出你 你说做出你也没有毛病 你懂吗 你没有做好事 但是八号 为什么那一轮能够看得清楚 第一轮的时候 能够看得清楚 投给三号一票 但是三号八号这个发言还是比较正的 相比较十号这个发言 毕竟十号做了坏事 如果八十这轮 如果七号还是你归票 就这个一号这个做身份这个行为是谁提出来 是我提出来的好吧 我对换一 就我在那个归票位置 我说归这个四 我说这个 这个我为什么把这个三给刀了 目的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给你一做身份呀 给你发张查刷牌 就为什么要刀这个三 我就说了一定是厂上有一张牌 身份做的特别高 所以说这个三才可以吃刀 卖掉他四五两张狼队友 然后给一张牌做身份 我当时就盘了 可能是这个十二吗 我说不可能吧 我说如果这个十二 不可能给这个十二这样做身份吧 我当时也盘这个十一 十一盘不到 十是在坑位这张牌 这个八有可能 所以说 这有可能做身份哪张牌呢 是这个一和这个八 但是这个九的发言告诉我 就你告诉我 哎你这个九 你身为一张好人牌 就你们 你就不怀疑这个三 为什么要把这个三给刀了 就给谁做身份吧 就你 我感觉你一九 暗保 好吧 就一这轮 我觉得发言不好 我觉得一向一张狼人牌 就这个十二一定是张真首位 就是狼人没有必要自刀好吧 就是这个轮次 狼人自刀 就是没有收益 所以十二一定是张真首位 就那轮五号牌 说要验这个一 我就知道这个五一定是张狼 他 他如果是个 他如果是个预言家 左边已经开两张狼人牌了 右半边一张狼人牌 不开吗 就这时候 就已经抓到两张狼人牌 这时候不是应该抓一抓 报告牌吗 就这个八 你打死是张 真的是张狼人牌 我七号是张 我七号是个女巫 这个九在你边 九十十一中 翻一张 其余两张牌 表学会有身份 直接拍出来 对吗 所以这个五的视野 一定不对 但是这个九在那里 还盘了这个五 有预言家面 就我那轮挂了这个四 我觉得这个五 一定不是个预言家 这个四一定是个狼 就我那轮可能 就因为六表水不过关 所以我投了这个四 所以给这个五 上一票警徽 就很难受 就是第一轮站侧边了 第二轮站回来了 就我觉得这个一是个狼啊 出一吧 这个一都不敢打十的 就是说八一定是个狼 八一定是个狼 就你告诉我 他如果是两个狼 两张狼牌 用在我们这演吗 就不用演了呀 就他不敢打这个十 我觉得十二 昨天晚上应该 顿的是这个十 我觉得昨天一应该 刀的是这个十 所以一都不敢聊这个十的 就基本不聊这个十 要抗退这个八 我觉得八在我这发言 是很阳光很过关的 而且八这一轮 就站对边了 就你告诉我 全场都站这个五号的边 这个八号牌有必要 一只一张孤狼去打倒沟吗 就你想有这个必要吗 就你这个二啊 就很奇怪 今天出一吧 一定是张狼 八十应该两张好 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必要欠这个蓝坑的 好吧 怎么说呢 就这张 就没办法了 好吧 就已经报道了 就昨天没有刀成一号牌 那十二就是首位 那今天出一吧 好吧 就你十二号归票吧 好吧 就怎么说呢 这这局真打得挺汗的 好吧 就感觉我有点懵 呃 就 就 哎呀怎么说呢 十号上一局聊得有点爆啊 真的 我都很虚了 已经 我都替你捏一把汗 好吧 你这局好好聊 给你一个机会好好聊 好吧 就是 就 就出的话 可以先出十 好吧 先出十 再留我 再留我晚上 再刀一轮好吧 就没有亮过我的 没问题好吗 现在人家识别一波 我想直报好吗 因为直报不了 我看一下识别成功了没有 哎 换一张 就有事好吗 因为那人 锦上就聊了 刀三就是为了 要么做一 要么就 做九 就是把九打成抗退位 那 识别成功了 我是个狼 好吗 十也 八也是个狼 锦上肯定打一个 保一个 因为让这个九去占边 我觉得狼人打最好的就是这个八 为什么 这个八赖轮压首了 如果你八赖轮再做身份 那六四就出局了 好吗 我底牌是个狼 今天出一吧 一四最后一个平民 就你们弹幕说 溃贫 不溃贫 好吗 八死两个狼 你说怎么溃贫 那只能到这个一啊 没有溃贫 这一说 好吗 昨天 我就是打八九 八九 那九的肥面 肯定比八高 那肯定会人出九 不可能出八 那你昨天挂 嗯 想想 其实 诶 其实什么情况 为什么狼人赢了 狼人赢不了啊 我们今天呢 先把 十出了 对吧 然后晚上呢 狼刀人 他们是刀谁呢 他们是刀一 刀案一呢 并没有结束 起来聚发言 然后把八出了 这不就赢了吗 是不是 就赢了吗 说只剩一个名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我不是名 我是守卫啊 我不是名 我守卫 我堂堂正正 晚上守一的 对吧 至于为什么刀一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其他牌都不能刀 不能刀 他们只能去刀一 所以我觉得 一会死 对吧 那么 就是这样嘛 也不可能刀我 也不可能刀七 对吧 就这样啊 我想想啊 是不是一定赢了呢 过 我说多事啊 我说多事啊 好痛啊 我说多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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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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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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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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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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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什么情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小桥小桥 你不能预知后面的事情 拆一张还要没什么 而且是拆啊 想想不杀我是败笔 啊这个腰死了 这个腰死了 这个腰死了 腰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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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还不如有个腹 你再留着干嘛 香香爆发了 我烧家又是诸葛亮 总是出不了乐的呀 所以有乐 我这个国家出不去的呀 牌丢掉 我才刷出连奴 你还反馈连奴 那这个牌 先寒冰啊 怎么打呢 为什么先挂这个 寒冰司马懿再挂连奴打吧 卧槽拿头 拿闪 我看看啊 拿武器 拿武器 拿杖八 拿杖八 盾人都没用 我们一口气打死主公了 拿杖八 不能留长武器给后面的人 肯定拿武器啊 想什么呢 这武器留给后面的人找死啊 司马懿两血就很稳 这等一个AOE啊 等一个AOE我们就发达了 拿不到AOE 关心控四张 周瑜又是自己人 完后我的牌 估计沙闪在手上 瞧瞧挑戏剑 那我难道我给小乔杖八 说不清啊 我不能给那个 起两盘 起两盘 拍两盘 看一下啊 张八可以起了 张八不能拿手上 因为张八被诸葛梁拿去就麻烦了 哎呦我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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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打的 找死啊 我靠谭司马懿自己人啊 哎 谈为什么还在啊 对啊 补牌啊 反馈找死啊 这个牌 这牌不是在乱打吗 被催的小类表面看起来很有景 其实你已经 看一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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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тдель呢 对啊 这就可以了 卧槽 这又不是 拿黑纱 拿闪 哎 这不是宋红桃吗 这不是宋出乐吗 想不通 两方片啊 周瑜随便拿 我也要玩奥德赛 OK牌 回头弄好 杀一刀 两排托管了 这个人也真是 宋盒啊 拆掉海冰啊 拆海冰啊 打些没用了 要我就不加加一码 加一码一点用都没有 这能杀死也是厉害 闪电换 我 闪电呢 他不会给诸葛梁挂闪电吧 拆寒冰 卧槽 有毒啊 挂个闪电 不是挂个闪电是什么意思的啊 主机是什么 他是把那个游戏机拿来连到电脑上的吗 桃圆结义都打得出来的啊 可以 三零轩 我知道他可以改判 还是很消耗的呀 牵我 你也想得出来 你要不杀我试试 杀呀 杀呀 快的莫障AOE啊 这个牌 一定要AOE才有的打 这人口顿 司马懿是嘴顿 用嘴打死为人呢 我看出来了 杀 月银 夸夸月银 杀呀 谁 卧槽 垃圾啊 这都敢去弹他的 死人小乔 我真的是服了 这小乔 怕不怕死的 这个小乔有点猛 我靠 你把顿不要支撑掉 哎 流流流的 过过过 啊 小乔改版了 天香红颜没改版啊 干什么版 哎呀 蔡全黄 你要积极了 就是没真意呢 虽然被谈摸牌了 好吧 这个乐 没什么用 也是挺无聊的 6 666 这次诸葛亮 也是挺惨的 3 3 2个盾 夹着他 输出不了 摸牌没用 然后 一张输出 五中 五中 张八 我看起来 哎 太简单了 这个游戏 体现不出我们高超的 操作 对不对 体现不出我们的操作 这游戏太简单了 来来来 拳黄 拳黄 蔡拳黄你先准备一下 我先去虐一下 普通玩家 玩一下吃鸡 我先热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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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是不是不是 这梦云什么要跳起来 西洋红体出大师是什么 哎 这就无聊了 这就过分了 吃鸡啊 吃鸡是不是有点难啊 我先热个身份 我先热个身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沒撞掉 真的沒撞掉 哎呀我找不到這個平衡點 就是手柄跟這個鍵盤真的無法兼得 挺累的 就出招出不了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我盡量再試試看 我盡量再試試看 啊這個 我盡量再試看 一個 好 Round 2 Ready 哎,什麼情況啊 這什麼情況 人人都跑過來虐我的嗎 不合理啊 這種設定不合理 雖然咱們絕招發不出來 吃個血是沒有問題的 對吧 我現在是發現 手柄是真的不行 你看,我們一旦用了鍵盤 發招精確起來了 馬上他就沒法打了 這種級別的選手根本是沒有辦法跟我溝通的 沒有辦法打呀 沒有辦法打呀 沒有辦法,真的沒有辦法打 不是一個級別的選手知道 差很多 一下子發的了招就不一樣了 對吧 對 暴行沒有用 他想的就是用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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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神經病 啊 他不是最後一個人啊 我忘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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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报仇 三合杀节奏有点慢 主要是太难了 观众们看不懂 这游戏观众看不懂 我虽然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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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弹没有打他脑门上 CC啊我也不知道是谁 就戴戴口罩了 哎呀没用 你别看他好像很猛的样子 没有用知道啊 这都没有用 这都没有用 就一个小姑娘呗 哎呀没用没用 键盘打扮一下 跟我搞什么 下下蹲钟 有个气死你 又只 又只 哎哎哎 意外意外意外 意外 裸杀想想还不能裸杀的吗 没法打差太多了 差距太远 就是你别看我用了一个手柄的键盘 其实差很多 因为我能打到他 但是因为我的操作打不到他 这就导致这个游戏就差很多了 但实际上我是可以轻松击败他的 懂吗 懂意思吗 谢谢惯惜的胡良 对不对 没法打差太多 简单说就是差太多 一个成熟的拳王选手 能够对对方所有的行为进行预判 更不要说像我这种二线选手 确实很强 而且不需要什么花哨的这种连招 不需要 就奎花三段也可以的 就非常简单 打个判定点 发个波才会中 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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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的波 两个波 三个波 好 好 有 好 有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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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杀怎么了 裸杀是个艺术 懂不懂 不懂 不懂 你这20线选手 不要来给我指手画脚 这种 这种18线选手 你看这一脚 把他踢死了 大萌一看就是80线选手 不是对手 确实不是对手 还是差距蛮大的 空中三角 他已经崩溃了 不知道他干嘛 哎呀 这手柄问题 键盘没有操得好 应该是个超暴 然后直接上天 击击 确实不是 就没办法打呀 看得出来吗 是没有办法打 就他这种 刚刚那个选手 跟我的级别是没有办法打 差太多 就判定脸的把握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没法打 懂吗 谢谢秃银腾 灯虎梁 多少人还回着还在看呢 稍微又看看 说看我吹牛的这个小朋友 一定是对格斗不了解 这个不是普通的 吹牛啊 这游戏 要操作的 要操作的 好不好 这不是你嘴巴能赢的 对不对 你要用手打赢他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们来解说一下 八神怎么击败对方的八神 非常简单 就发鬼话三顿 好吧 我们这样 我们来抓他消风 先发个波 跳过去 抓 哎 这人是傻子 再来 哎 再来 跳 抓 哎 卡了 再抓 反抓他 卡了 直接打克 干嘛 还换个位子 花草有点卡 真的有点卡 这什么东西啊 这那盘 不是 这盘 他延迟大概有一秒钟左右 我们在玩九七呢 其实是在锻炼我们的狼狼杀发炎 懂不懂 我对啊 消风抓了连不上 这不是网卡 不是我的问题 这真的是网有点卡 你看上面红色也也是 其实不是我卡 是他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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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 幼稚 太幼稚了 我在5米开外把他踢死了 对 敏尔尼的一个发言能力 真的有点卡 我能够感觉到 对啊 1500 那这个人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对不起 小朋友 呦 真的没有机会差太多 对方要赢我的话 他实力至少要高我三个档次左右 我可以打击败比我实力高三个档次左右的选手 就我18线 他至少得15线 对啊 15线我跟他打打差不多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用这些选手欺负他们 好吗 我们选一些我们不会玩的人 好不好 我们选一些我们不会玩的人 因为我觉得用这种人跟他们打毫无意义 赢了也没有什么 成就感 我选一些像不知火舞啊 板击梁啊 拉尔夫啊 好吧 这种选手打他们 用这种人足够了 真的足够了 不是开玩笑的 猴子是真的不会 我们派拉尔夫上场 打散了 你 转梁 打cra 打久 있다 对 对 说 对 周 让他闯到第三关再击败他 你们不懂吗 让他师兄来边来打 怎么这么菜 真的太菜了 我都看不下去了 有点菜有点菜 我都看不下去了 3G ring 神经病 这也太菜了吧 这人是数十八线的吧 我们国家还有这种城市啊 九宝来啊 好 九宝来啊 我一个 技术感觉还逼着克拉克在鸡 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酒吧 来房间 到 电信网络的 高手对战的 房间六 热门房间 热门高手 第十一桌 开玩笑我不会赢掉谁会啊 力量对决 双高手对战 房间六 第十一桌 今天完了 八局 浪沙吧 八局浪沙确实有点累 有没有绝瓦的很湿 有没有绝瓦的很湿 我也不要 双高手 这刀还没有绝瓦的 有没有绝瓦废 起来 出发 十二擻 五 五 八局 九 一 六 五 一 9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9把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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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故事哪位啊 講 就算了 算了算了 哎你们最喜欢用哪个人物啊 打出 八神 哪打字能不能正常 我也喜欢 好 好 哼哼 承讓承讓 這玩意可以直接要他 不太用心啊 其實我喜歡炒雞精 我用不好 太難了 我喜歡炒雞精,炒雞太難用了 我好想醬 嗯 太難了 太難了 好 K.O. 啊过分了过分了 不是这盘有问题 选错人了 ' 1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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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忌尼牙 我一定要把他反 反機器到地板上才撞 好啊我們這個一三三啊就吧 沒辦法打這沒有啊他太多 你別看我這一絲血 我這一絲血足夠多了 沒有辦法倒 好了這人打一盤 这盘 九宝怕是打不到第二个人了 真的没法打,我速度太快了 移动速度太快了 哇草,就把这样子啊,这不是啊 他想裸杀我一个 哈哈哈哈 他也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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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很不友好了啊 我在我克拉克面前 一般人是站不直的 就有残疾 站不稳 呵呵呵 真的站不稳 哎呀 我一定要 把你踢了在地 真的站不稳 好了 好了好了,第二个人跟你开玩笑 第三个人就没有一点点机会了 好吗 你就自己娱乐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过来啊 我自己发发波 你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干扰我啊 行水不犯河水啊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过来啊 我自己发波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过来啊 周宝 你这个就已经不对了啊 我自己发波 你不要过来 你看 出大事了吧 对不对 我自己发波 你不要过来影响我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事情 我这个阵容九宝 不可能打一个玩意 没有机会啊 太强了 任一个人 但凡想打 就一定能够一打三 太强了 对吧 对 没关系 就裸杀为事 诶 好 一样的一套 诶 打了 没有打 拥抱来得太突然了 太近了 乱打乱打 可怜的酒宝 你带我还他的一个 超爆响 回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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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上耳朵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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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有局限制pass 刹 Impossible 效益 召喚 prime 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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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4 6 6 7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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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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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这盘是克阿克的修塔 开进餐的超悬奖 你就赌我赢就行 太近了 有叁 逾七 对 我本来说 真的 对 是 准 在 好 哼哼哼 结果每次都把我打倒地之后冲过来让我冲,冲掉背包 他打个 超慢能力枪百科折 然后我就方便 冲掉背包 越来皮 就死了,我没有手柄拿 我是红色的 我们只用拳脚 不用那个,不用那个死化相短 拿去 阿 都还会反驚 Round Two Navy Go 哎 我用了这个 这个键盘真的有点问题 这个键盘的键盘的键盘 这个键盘的键盘的键盘 这个键盘的键盘真的不好用 不操作太多 你们看啊 一模一样的人物 我用键盘打就不一样 刚好选谁啊 还选谁啊 还选谁啊 我一模一样的人物 用键盘操作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就这个手柄前两下还好好的 其实我不需要 我就一直在乱打 我好好打 我实力之强 你无法想象知道吧 就这样就行了 因为这个游戏难在哪里呢 难在进攻 防御其实很简单 可是成熟的进攻 是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的 我只要防御他一定死 我只要防御他一定死 发多就行 好 哼 乱了乱了 我们这里是水平很高的97直播 谢谢火粮 让阿女 名字 你看 虽然刚刚我用的是键盘 可是我用这个 就操作的很邪属 有任何一起 有任何一起 有用 就收编一次机会 就收编一次机会 啊 真的发不出招 真的发不出招 真的是发不出招 谁能救救我 为什么我招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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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是 哎呀 我在测试手柄呢 不要说一招三嘛 18线选手的水平你们是没见过吗 没kus 曲和路 又招射 来 来 来 他老是在穿我的波也有风险 işaret是能出售封的 籃籠、疲散的眼環 dashboard三 bean 在里面前字牙坑 你 Landing設定栽培 。爲雪 哈哈 当然八神是我了 只有紫园问哪边是我 你看眼镜一带就不一样了吧 其实我觉得地图上的这三个人挺好的 这不能多马神就三个爽完都挺利索 这史出生物不太厉害 到八线了啊 这招 这招能中我也是 我先出去旅游一下 好好打 小迷妹 你睡醒啊 还有别的地方看了回来 还有别的地方看了回来 别紧你的虎良 你今天的份额升满了吗 别紧你的虎良 你今天的份额升满了吗 小迷妹的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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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战 小迷妹受认不来 小迷妹 小迷妹的虎 прод understood 后当我们我们摇一心 可以选小米啊,我来选啊 哎,可是背包这种 玩起来不是很 妈的我都可能是什么包子 哇,谢谢你736个 今天的 到12级还要吃很远 这是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干嘛,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明天就烧了,这么快 谢谢,1000个胡聊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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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你這令人終於完結了 倒角越久 诶 诶 我不知道在干嘛 真的是 谢谢小明妹的 又是要500个虎粮了 判定 这样子买了 两天就能到 12级这么快 有点厉害 所以我们 拿并耍 车比较快 小明妹 我的黑粉门都睡着了 现在很安全 roo 有点 这什么东西啊 你看只有个惯吸醒 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死的莫名其妙啊 哎呀还用消枫一下把他避倒 五强啊 王者荣耀打的双星体慢慢打 要不你带我你带我一把 你们告诉我最强的人 我用一线阵容来你告诉你们告诉我一线阵容是什么 拿杀剑补过了 一线阵容是什么 一线阵容是什么 一线阵容肯定有他 对不起看你真正的实力 一线阵容是什么 你带你去死了 那些阵容是什么 他人家在这些阵容是什么 青鵝不好用 我觉得我应该适合青鵝 可是青鵝怎么玩呀 青鵝真的不好用 我连背包都抓不到青鵝 青鵝不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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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行 我觉得 像这种东西啊 你用键盘没法打 就你用手柄也没法打 你只能必须老老实地用键盘打 而且这个太难了 这到底怎么玩 不是啊 键盘我用手柄控制不好 因为神乐对于招数的发动 太苛刻了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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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难用 不是键盘不好 是太难用了 我操得跟键盘没关系 太难用了 这种人 什么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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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슨下 住的 高first 疼 K.O. 他這個 怎麼打呢 怎麼打呢怎麼打 使用個K我沒法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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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好 好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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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会儿那个球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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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